诶 今天我们在乌节路带碧玲来吃一家餐厅 因为最近啊 你们不觉得吗 越来越老了你 你越来越老我是青春无敌 颜值越来越低了 我可不觉得 所以今天我们在乌节路带你吃一家非常好吃 不光是好吃而且越吃越美丽的餐厅 另外在口味方面 我比较喜欢吃这种韩式料理辣辣的火锅 你呢比较喜欢吃有胶质的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就来到的是乌节路的 来吃的就是 这里美肌锅 就在五楼 到了 到了 听说他们有全新的装潢 而且呢整个的设计非常的有感觉 还有就是呢 他们每天营业到凌晨早上6点钟 所以吃宵夜 是 我们下了班之后啊 就可以来这里试试看 好 走走走走 美滋锅 哇 我觉得这里的美滋锅 装潢很不一般耶 平常美滋锅都是粉色 亮色调的 但是这里的美滋锅 人家看起来比较高级 哇 你在吃什么小菜啊 每到火锅店啊 我最爱吃他们免费的这个小菜了 好吃 你不知道今天我们来这边有更有特色的小菜吗 挺小菜的 你看 韩式小菜餐厅 好棒 美滋锅跟汉汁一起联名的 诶 每次吃韩国常常那种小菜也不错 诶 我吃吃看这个 酱油炸也好 哇 这就是韩式餐厅的那种小菜啊 完全地地道道 你就吃小菜吧 其他我来吃好不好 还有更多小菜我要吃 好好好 来来 你看这个 这是炸松菇 加上这个韩式的酱料 感觉辣辣的 我想试一下 韩式炸松菇 火辣辣的感觉喔 好好吃喔 它这个做法是软炸的做法 所以不是用进口就很脆的干渣 是有点保留松菇的那种软软Q弹的口感 然后那外面裹上一层这个面糊 然后炸到有点酥酥的 而且它的韩式酱料呢 它是比较甜辣甜辣味的 而且喔 这个松菇的口感感觉像吃肉一样 所以很不一样很好的口感 好软嫩喔 另外我们来到美滋锅对不对 最重要的要干嘛吃喔 是我锅 喝汤 来 先帮你盛点汤 在这个汤底方面 你可以看到有两种锅底 那么一种自然是美滋锅的招牌 就是他们的这个 椒原蛋白 那既然他们跟这个Handjip合作呢 一定有韩国元素融入在里面 那就是呢 韩式辣泡菜汤耶 我觉得说很不一样的感觉 我帮大家试一下韩式辣泡菜喔 就是如果你平常喜欢吃泡菜汤的话 这可以吃整整一锅 然后你就可以点很多种肉 蘸这个泡菜锅 诶 哇 这个泡菜锅红红的喔 我会以为它就是泡菜在里面 其实不是喔 除了泡菜 好像还有虾的味道在里面 有一个淡淡的虾味 好喝 这个美滋锅的这个椒原蛋白养盐锅 一如既往的荣誉 它们的招牌 所以说你喔 这个最近操劳了不少吗 应该多喝一点 干嘛 我也要补瓜 那么今天的特色呢 就是除了这个锅底非常特别之外 我们这边的肉啊也是顶级的 只有在这一间的这个The Central Point的美滋锅可以吃得到 好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尝试好不好 好来你爱吃猪肉我帮你养盐锅底哥帮你涮肉好不好 来那我就试一个这个泡菜汤的锅底喔 好 来 这个猪肉呢 豚肉它是来自日本的北海道花肉 还有日本的香煎白猪肉片 还有除了日本之外还有美国的白猪肉 还有美国特选的黑豚肉 而且这边它的肉有肥瘦的也有肥瘦相间的 有五花的有三花的 这边是三层肉这边有五层肉 各种的不同的种类都可以品尝到 来 试一试你的 谢谢 来 看我的这个泡菜 哇 刚刚已经提前的准备了蘸料 我要试一试清汤的感觉 我要蘸着吃 嗯 推荐这个五层肉 五花肉 因为呢 它的那个层次比较分明 然后肉呢比较松软 最重要的是 配合到那个泡菜汤的感觉呢 泡菜汤的味道完全浸到肉的里面 嗯 外表呢是泡菜汤的鲜的 一点点的辣味 还有虾味 再往后呢 是猪肉的香味跟嫩的口感 你知道怎么样 哇我的那个猪肉也是很 它的肉质是很鲜嫩的 嗯 而且呢 加上这个美颜汤 我觉得它是很入味 嗯 所以我觉得可以吃很多很多份 哎 我要嫁给你下一片厉害的了 这个 据说是这里特别特别推荐的 就是三层肉 你看 肥瘦 相间 肉呢又切到非常的薄 哇 晶莹剔透一般 请问你要在哪一锅煮呢 我要在韩式 韩式啊 我还没有试试这个韩式泡菜汤 因为我觉得当肉片切到很薄的时候呢 基本上轻轻的一躺就熟了 也可以最好的保持住肉原本的那种鲜度跟嫩度 而且听说你蘸的这个猪肉啊 嗯 你煮的这个是很高级的北海道五花肉 来 试试看 哇 哇 感觉就很美哦 对好美哦 好有产意的感觉 嗯 猪肉界的模特 你知道吗 它的肥肉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我是很怕它会油腻的 嗯 但是它的那个肥肉 我觉得它是很有嚼劲的 你知道吗 很有韧劲 所以这种 哇 不愧是顶级的北海道猪肉 好 吃完猪肉 来到我最爱的牛肉的部分了 好 这边牛肉是和牛啦 只能看这个雪花的纹理就非常的好看 那么我呢 喜欢把它放在这个比较传统的 cineature的这种 交质锅里面 是 这个和牛拼盘呢 有手切的日本A4和牛 还有日本A4的和牛丁 另外呢 还有鹿尔岛的A4和牛 这个和牛丁哦 基本上都是用烧烤的方式呈现 你先来 好 可是呢我也是第一次吃到 用蒜火锅的方式 蒜这个和牛丁 来丢进去丢进去 丢两个丢两个 万一等下找不到 对耶 我觉得这 这种肉类 有点像韩式烧烤 我们会点的那种肉 对 这也是Hanjib 他们的这个特长 他们厉害的地方 他们很会做这个烤肉的肉 所以这一次的美姿锅 跟Hanjib那种联名的呈现 非常厉害 哦 和牛 和牛 热气腾腾 我不期待 走了这么久就为了这一片 有没有入口即化 没有 我有耶我这片 太离谱了吧 我那边油脂更多都没有入口即化 你的嘴巴有问题 它就很顺滑啊 你要跟它接吻要小心哦 可能会入口即化 肉丁好了 来来来来 试试看 很Q弹哦 软软嫩嫩的 试一下肉丁 这个肉丁的部分 因为它的肉块更大 所以说你更能够尝到 那个肉的口感 非常的有感觉 以及那种咬下去 肉的香味 从肉丁里面四散 被你的牙齿挤压出那种和牛的香味 肉丁也要尝试 那我们在等这个肉熟的部分 我们先下饺子好吗 下饺子啊 饺子 饺子要有什么不同的特别 因为它不同颜色嘛 对 它这边的饺子呢 是这个 四色饺子的中和盘 这个是抹茶口味的 不是啦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黑芝麻 这个绿色呢 是韭菜味道的饺子 那么棕色呢 是蘑菇口味的 黑色呢 黑色呢是猪肉口味 红色是麻辣的 肯定嘛 对不对 不然是红豆沙吗 如果是红豆沙我也想尝试啊 我们一边 韭菜你要下哪个 韭菜下那个吧 好 这个也下那个好了 哎 这边哦 它可以营业到 早上六点 早上六点 所以到了晚上 想吃宵夜 想要喝杯小酒 自然也可以 这次他们和韩吉普合作 特别大概是韩式烧酒 来小妹 开始倒酒倒酒倒酒 好 这里呢是韩式水果烧酒的搭配 里面呢有柠檬汁 有化煤 加上韩式的烧酒 应该是女生也很喜欢 因为比较甜甜清爽的感觉 谢谢 来干杯 哇 哇 重口味 OK 你说的重口味 应该是说那个酸梅的味道 对不对 非常有酸梅的咸味和酸味在里面 如果你喜欢吃酸甜口味的 或者喜欢爱喝酸甜口味饮料的话呢 这个一定要尝试一下 是 吃完猪 吃完牛 哎呀 该吃海鲜了 这边的海鲜呢 都是用活海鲜 来喂你现场的献沙献割的 哇 这个龙虎斑有点 厉害 很顶级的感觉 薄薄一片 晶莹剔透 这个鱼肉跟你讲 它吃的不光是一个那种蛋白在里面 也吃的是一个新鲜 如果鱼肉不够新鲜的话呢 容易煮散煮碎 以及你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呢 那种口感跟那种嚼劲就完全不在了 来鱼肉出锅 哇 哇 来 就是妙 我就喜欢在这边 用这种椒圆锅底煮的菜 我都不喜欢蘸任何的蘸料 就直接吃它最原始的感觉 因为它本身就很够味 新鲜的鱼喔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 在鱼皮 那鱼皮Q弹的那种部分完全留住了 而且鱼肉只有新鲜才能吃出弹牙的感觉 真的 嫩滑弹三种口感结合在一起 因为最怕这个鱼煮久了它会煮烂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真的很Q弹的那种 哇鱼肉也这么好 接下来我想放点小菇菇 来 这是野生菇喔 各种野生菇有些 这个叫什么菌啊 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菌类 如果你喜欢吃这种菌类的话呢 其实可以把它一早就放下去 慢慢地煮 另外呢这边 放一点韩式的 乌豆 在我们的泡菜锅里面 再放一点韩式的 年糕 该吃饺子了 饺子熟了 熟了吗 来来来来 这个黑色的是什么 猪肉馅 猪肉的 谢谢 谢谢 那我吃一个麻辣的 小心烫小心烫 真的 刚出过的饺子 这饺子里面好多汤汁好多油汁 很好吃耶 这种饺子让我想起那个乐天皇朝 不同颜色那种小龙包的感觉 OK 刚我吃了麻辣 再来试一试 这个是韭菜 韭菜给我啦 男人要吃韭菜 女人呢 最男性好 蘑菇给我吧 来 放这边吗 好 韭菜 绿绿的 我这爱的东西都很绿 抹茶韭菜 吃一下 我来试试 哇 满满的韭菜耶 它里面有肉吗 肉好像没有吃到太多 有虾米的感觉 哇 嗯 这里面的蘑菇也是很好吃耶 嗯 它里面的蘑菇都是渗入满满的汤汁 所以非常非常的Q弹 是 煮饺子 泡菜汤似乎更有味道 对 别有一番滋味 来 接下来 到了乌冬的部分了 来 哇 加泡菜一起 泡菜锅就是要配乌冬 乌冬跟年糕一起来 哇 在这里啊 如果吃一个真的有去到韩国的感觉 就你怎么能想象到这是美资国 欸 这个乌冬啊 不要煮太久耶 保住它那种口感 跟那种 很有嚼劲的味道是很重要的 好吃 菌类的部分 这我们还有个和牛 肉王之和 肉王之牛 而且我觉得那个泡菜汤哦 它的泡菜给很多耶 哇 这像珊瑚一样耶 哇 蘑菇 好吃耶 舍不够尝试吗 来来来 谢谢 很多时候我吃金针菇 我以前吃那个口感 吃不到那种菌菇的菌香味 但这个是有菌香味在里面 那种 摊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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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蒸的味道 我来第一次吃这种蘑菇耶 那个我也没吃过 我刚才吃这个我也没吃过 这个好像以前吃过 它那个黄色的蘑菇的味道 有点像果冻 非常非常的 满 很满 而且我也在这里吃到这种菇类 还有菌菇类那种菌香山野的味道 没关系在这边还有个特别的配套 吃到八月份 对不对 吃得到八月三十一号 在每一间本岛的美滋锅呢 都可以尝试到这个韩式料理 跟美滋锅的一个融合的套餐 赶快来尝试一下 就在乌节路的 Central Point美滋锅